我顶着毛山第一人的头衔 出师下山 临别前 师父语重心长地叮嘱我 妖魔鬼怪是用来降服镇压的 不是替你洗袜子扫地做饭的 我连连点头称是 心里却有一百个不服气 环保无污染 循环可持续 天底下还有比妖魔鬼怪 更好用的劳动力吗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就靠他了 收拾好行囊 我打算遇见回村 主打的就是一个省钱且优雅 刚踩在舰上 手机里收到了航空管制的短信 我叫骂一声 只能连夜去抢火车票 等我一摇三晃地跳下绿皮车 换上大巴 再跳下大巴 坐上拖拉机 最后风尘仆仆地赶到村头时 一身先锋道骨 早已变成了灰头土脸 前来接我的爸妈 脸色一言难尽极了 从缅北逃回来了 我一挺胸脯 甩过鼓鼓囊囊的背包 不光回来了 还带回来许多 一旁槐树下看热闹的老流头 立刻两眼放光 扯起嗓门大喊 高 加 挖 发 踩 回 来了 刷的一下 我身边围起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 我懵了 师父画的福径如此受欢迎 头一回遇见这种情况 我手忙脚乱地拉开背包 一大堆画着朱砂符咒的黄纸 从包里涌出 我一把接一把地往外掏 别客气 多拿点 茅山真人亲笔签名 贴在家里镇宅平安 下一秒 人群四散逃窜 我爸一把扯住我的道袍 头上青金直跳 别在这儿给我丢人了 本来以为你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能学成一身本领 回来帮乡亲们致富 可你偏偏中途退学 去修什么道法 你看看自己 现在除了能当个神棍骗钱 还能干些什么 我连忙摸出自己的从业资格证书和奖状 爸 咱可是货真价实的茅山道士 曾荣获茅山派第175届捉鬼比赛 以及捉鬼能手称号 嗨 他历声打断我的话 够了 还不嫌丢人吗 成天捉鬼捉鬼 捉鬼能帮家里还债吗 捉鬼能让村里富起来吗 我点头如捣蒜 能啊能啊 我这不是带大家发财来了吗 还没等我解释 蹲在地上一张张捡符纸的老流头 忽然站起身 凑到我爸身边 神秘兮兮的开口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眼下村里就有个用得着高人的地方 最近一段时间 骚丝场半夜闹鬼 好多人都听见了 那女人的哭声和仿线声 一想就是一整晚 可慎人了 咱们村的生计全靠厂里维持 现在闹鬼的是一出 没人敢去干活 厂子眼看就要垮了 如果她能把这鬼给收拾了 那你们老高家 可就成了全村的大恩人啊 她叙叙叨叨说了一大堆 大脑帮我自动筛选出了 两个重要的关键词 女鬼会访线 这不就是县城的车间女工吗 连港前培训都省了 我激动得红光满面 赶忙从怀里掏出锣盘 只见指针如同被定住般 死死指向一个方位 脱贫致富 刻不容缓 见来 我一手结印召唤佩剑 然后在爸妈大张着嘴的目送下 拽起老流头 踏上飞剑就走 片刻后 我们落在一片漆黑的厂房外 老流头哆嗦着腿 跟在我身后 我四处查看 很快便发觉到了一场 嗯 这里的确有鬼 还是知厉鬼 听见是厉鬼 老流头激灵了一下 颤声道 小高啊 咱还是快走吧 厂子垮了就垮了 我觉得人生在世 有时候 事业心也不能太强 我沉重地摇了摇头 走不了了 肥肉都送到嘴边了 哪还有走的道理 三两步 跑到其中一间 散发着浓重黑气的厂房前 我抱贺一声 沉重的铁门应声而开 只见一架骚丝机 正在支呀支呀地不停运转 惨白的蚕丝 如珠网般铺天盖地而来 面对如此诡异的场景 身后的老流头 咕咚一声 下晕在地 蚕丝仿佛破空的利刃 再将几台机器 搅成破铜烂铁后 杀气腾腾地直扑我的面门 雕虫小记 我冷哼一声 手中的五帝铜钱剑 已高高举起 天火雷神 五方降雷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一道惊雷将半个夜空照亮 来势汹汹的蚕丝 化为寸寸灰烬 厉鬼也被劈得 险些神形巨灭 正准备灰溜溜地逃走 我捏起一道符咒 甩在门上 唇边勾起一抹冷笑 搞完破坏还想跑 天亮后 我亮亮呛呛地 夹着十几包生丝 和老流头一起慢悠悠地 挪步到了村长家 村长看见我们 笑得何不拢嘴 这学过纺织技术的大学生 就是不一样 一晚上就干了 俺们三四个人的活力 我将祸泻在一旁 累得直擦汗 村长 这是鬼干的 还有 我学的是毛山术法 听我讲完来龙去脉后 村长皱巴巴的老脸 白了又白 你是说 你把那女鬼降服了 还让她变成了田螺姑娘 田螺姑娘算不上 看她骚思的熟练程度 勉强能当个车间主任吧 村长激动地直拍大腿 要跟我一起去工厂视察 贴满符咒的骚思车间里 几架机器飞快运转 看得人眼花缭乱 源源不断地生思 从另一端吐出 在空中捋成一个个柔顺的脚团 最后小心翼翼地落进集装箱里 嗯 不错 我点头称赞 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安下心来好好干 否则 话音刚落 骚思机倒腾得更快了 几乎要冒出火星 村长健壮 嘴都快要咧到后脑勺 好 实在是太好了 现在厂里不需要人工 每天还能铲出 比之前多好几倍的生思 高人啊 以前听说 你修道去了 我们还打心眼里瞧不起 没想到啊 你比九八五高材生还给力 看着她欣慰的目光 我在心底暗暗盘算了起来 车间主任只是个普通利轨 能力有限 靠她维持整个厂子的运转 还是有些强轨所难 想要实现全厂的自动化环保生产 看来还得录用更多员工 可是去哪招鬼呢 想到这里 我掏出手机 在本地论坛发布了一个帖子 专业捉鬼 饿鬼及以上免费 普通小鬼五百元支 又在帖子后面 附上了我的联系方式 还没等我从厂里走回家 手机上就闪烁跳跃起一个陌生号码 喂 大师 我家好像闹鬼了 我的兴趣一下子被勾起 连忙问道 快给我讲讲 是怎么个闹鬼法 对面传来了细碎的抽气 街道办通知小区停电三天 可接个一大早 家里的电视机就自动亮起 开始播放节目 是一个看不清脸的女人 咿咿呀呀的唱戏 我当时急着去上班 就没顾得上馆 谁知道下班回来 她还在唱个不停 声音越来越挨挽淒利 我以为是电路恢复了 一看小区业主群 才发现只有我家是这样 思索了一下 我严肃地说 我们分析一下 你家电视的线路 会不会和其他线路 不是同一条啊 欲试不决 还是先相信科学 你把电视插头拔掉试试 对面许久没有声音 过来一会 听筒中传来 撕心裂肺的惨叫 拔掉了 她她她还在唱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了 大师 救命 我的胸口涌起震震激动 清洁能源 无限发电 村长啊 有我是你的福气 村里用电难的问题 这不就解决了吗 城里人胆子小 我怕遇见吓着他们 思索再三后 还是选择乘坐公共交通 一路先坐牛车 大巴又倒了公交 终于在夜半时分 赶到了女施主所在的小区 楼下 一个穿着卡通毛绒睡衣的女孩 蹲在地上 看见我先是一哆嗦 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口 高大师是吗 我点头 叫我高人就行 扫了她一眼 我面露亚裔 你 她瑟瑟地发起抖来 我身上 是有什么脏东西吗 没有 我是纳闷你不在家里等 大半夜蹲在楼下干嘛 她挖得一声大哭 家里太可怕了 我一个人实在害怕 那你为啥不干脆 把电视砸了 她可怜兮兮地 瞅了我一眼 又低下头去 我家电视是房东的 不敢砸 好吧好吧 我闭上嘴 不敢再坑气 跟着她一溜烟上了楼 刚出电梯 女人嘶哑的戏腔透过墙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声声气血 字字哀怨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整个人从耳膜到胸口开始 随着她的歌声 碰碰颤颤抖 丹田气海 烦闷一场 意识也渐渐不清明起来 糟了 快开门 我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我要撑不住了 女孩脸一白 从包里手忙脚乱地翻出钥匙 哆哆嗦嗦插进门锁 却始终也扭不开 冤鬼底门 我额头上冒出了汗 没有时间了 手机掏出来 摄像头对准我 打开录制 快 她慌忙掏出手机 我神色凝重地对着镜头快速说道 本人于2023年成月成日 由租户陈小姐许可 向其提供开锁服务 此视频留宫公安备案使用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毛山子弟都要严谨专业 合法地为群众提供服务 随后我左手掐绝 右手直伏 无缝天地斥 踏破九幽门 开 砰的一声 防盗门狠狠弹开 金属把手在墙上撞出了一个小坑 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连滚带爬地冲到电视柜前 拿起了遥控器 静音剑是哪个 我扭头对着身后面色惨白的女孩吼道 又 又上脚红色 没用的高人 根本关不掉 我冷冷一笑 你关不掉 不代表我关不掉 下一秒 凄厉的女人声 仿佛被掐断脖子般 戛然而止 电视里的她空张着诡异的大嘴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松了一口气 坐下来轻抚着胸口 好险就差一点 女孩也一屁股瘫在地上 捂着脸失声痛哭 我们刚才是不是差点就死了 啊 我没想到她会问出这样的话 一脸懵逼地望过去 不是啊 她抬起头 也一脸懵逼地看着我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 你快撑不住了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师父最爱唱戏 所以我一听到戏腔就难受 一难受 我就控制不住要下杀手 要是我真的没忍住 一巴掌把女鬼拍烂了 那今天岂不是白来了 行了 你休息吧 我站起身来 刚才她被我静了音 元气大伤 已经不能再做妖了 如果街坊邻居问起来 你就说是电视串线了 牛鬼蛇神的事 一个字也别提 我走到电视机前 屏幕里女人早已 瑟缩在了桌子下 老子数到三 我掏出了怀里的复魂玉 女人抖了几下 化作一缕黑气 从屏幕中抽离 钻进了复魂玉里 在女孩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我来到阳台 把手指放在唇边 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随后她见御风而去 村长看了一眼干涸的河道 又看了一眼灯火通明的水电厂 差点瘫倒在我怀里 她老泪纵横 一把抓住我的手 哇呀 你是全村的大恩人啊 咱们村贫困偏僻 宫殿设施也落后 好不容易国家 给建了个小水电厂发电 可老天不开眼 大旱以后河水断流 水电厂用不成了 现在好了 有了田螺姑娘 咱村里又能用上稳定的电了 我笑着点点头 叔 你放心 咱们村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送走了千恩万谢的村长 我回到发电室 在煞气滚滚的角落处坐下 点燃了一支烟 我知道你还是心有不甘 我不喜欢吓唬鬼 今天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害你的人都死了几十年了 放下执念吧 与其躲在电视机里吓唬小姑娘 不如来这里发光发热 送你一句话吧 我站起身来 烟头在指尖闪烁 智者不入爱河 建设美丽中国 避空澄测 万里无云 正是秋收时节 一连几天 一连几天没有新员工的消息 我无所事事 又不好整日都在床上歇着 于是便下到地里 帮爸妈收麦子 可能是太久 没做农活的原因 弯腰割完半亩地的麦子 我摊在地上 好一阵都缓不过来 只觉得从脊背到手腕 一路火辣辣地疼 高家娃 你手上磨的都是血泡里 一旁休息的邻居阿婆 皱巴巴的脸凝在一起 满眼的心疼 过来 婆婆给你置置 她勾搂着腰 在田边揪了几株草药 在嘴里嚼碎了 按在我已经被挑破的血泡上 瞬间 一片清凉 我连声道谢后 好奇地问 阿婆 强哥怎么没来帮你 这十几亩地 你一个人怎么收得完 她黑黑一笑 露出粉色的牙花子 他们年轻人啊 都出去了 见过大市面的人 哪个还会回小山村 出去了也好 一个个的都像你一样 有出息 我站起身 望向一片片麦田 果然 挥舞着镰刀的 竟然都是些老弱富儒 可老人该颐养天年 孩子该专心读书 他们出现在这里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我垂下头 看着手里的血泡 开始盘算起来 如果这活儿让鬼去干 顶着大太阳 估计五分钟灰飞烟灭一个 虽然也不是不行 但是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还是很快打消了这个想法 正当我冥思苦想的时候 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男人 道长 我家闹鬼了 我女儿的洋娃娃会自己动 除了会动 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我提不起兴趣 没了 她好像傻傻的 只会重复一些 简单机械的动作 就好像 男人的声音 染上一层恐惧 就好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我皱起眉 胎灵吗 雇佣同工违法 这种事我可不干 但耐不住男人 一叠声的请求 最后 我还是决定去她家看一看 男人家在市中心 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我一进门 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 左右西起 溜达了半天 我只觉得 整座别墅一派祥和 并没有半分鬼气 她听我这么一说 也是眉头紧锁 您说没有鬼 那洋娃娃为何会自己移动 我把她拿来给您看看 她捧过一个精致的陶瓷古董娃娃 我接到手里翻来覆去的查看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问起娃娃的来历 男人挠了挠头说道 是我去欧洲出差 在拍卖行里买下的 据说是百年前某个小国公主的心爱之物 我女儿也有个公主梦 城堡我买不起 买个公主的娃娃 还是可以的 说来也奇怪 我女儿拿到这个娃娃后 爱不释手 吃饭睡觉都要和她一起 甚至还教她说话走路 原来如此 我把娃娃还给她 不要紧 这不是鬼 不过是百年古物 日夜沾染人气 自己生出了灵性而已 只能做些平时熟悉的动作 构不成什么威胁 突然 我脑海中电光石火般 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能让村里的破锄头烂镰刀 开启灵石 再加上我的玉灵树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 农业的全自动化生产了 这不比我辛辛苦苦 攒钱买收割机来得划算 说干就干 我告别了男人 一溜烟地回了家 随后 马不停蹄地向村里街坊邻居 要来了他们的农具 对着堆了一院子的锄头镰刀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咬破手指 以血为墨 在黄纸上画出灵符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心神丹远 令耳通真 随着我话音落地 破烂不堪的农具们 竟开始一个个原地挥舞起来 哎 别在这儿干了 把我家院门都砍坏了 我连忙静气宁神 运起御灵之树 指挥着他们往麦填走 给每个镰刀都安排好位之后 我选了个舒服的姿势 靠在一旁的大树底下 眯起眼睛准备打盹 行了 开始吧 月上中天 我伸了个懒腰 从好梦中醒来 睁眼一看 全村的几百亩地 已经收割完毕 镰刀们闲得没事 像无头苍蝇一样 在地上乱拱 我看了又看 满意得不得了 还得是几十年功龄的老员工 才能把这活干得又快又好啊 随手掐了个绝 通知车间主任 派几个小鬼儿 过来捆麦子 第二天 天还没亮 我就扛着成捆的麦塞 敲响了阿婆家的门 阿婆 以后咱们村的老人孩子 都不用再受累了 谢谢你啊 哇 忽然 她的目光越过我 看向我身后 累得直哆嗦的镰刀锄头 早已没牙地 别嘴张得大大的 也谢谢你们啊 老伙计 经过我几个月来 忙碌的招聘和运作 村里的生产劳作 逐渐步入正轨 爸妈提起我时 也是满脸的骄傲 再也没有了之前 垂头丧气的模样 多亏了咱娃呀 村里现在垫富裕了 生丝产量 和质量也上去了 就连种体力浓活 也不需要干了 乡亲们的日子 过得是越来越好了 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最近消极代工的鬼 越来越多了 就连主任和站长 也提不起干劲 整日病奄奄的 每个鬼都像是混日子一样 应付着差事 哪怕我动了真格的 他们也破罐子破摔 丝毫激发不起 半分对工作的热忱和兴趣 我不由得苦恼起来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快到年关了 村里的年轻人 陆陆续续从大城市里回来 虽然我提前通知村长 把厂子和发电站 封了起来 谢绝参观 可还是有不少好奇的人 来我家问东问西 其中就有村长的小女儿春花 听说她在城里的一家大公司 当人力资源主管 对于她的到来 我是一万分的欢迎 我好奇她怎么管人 她同样好奇我怎么管鬼 听我唠叨完最近的情况 春花思索了片刻 然后问我 给我简单介绍一下 你们的工作制度和待遇吧 工作制度的话 目前是365 待遇 她目瞪口呆地打断了我 果然都是些该死的冤魂厉鬼 连365都不满足 哥你就该用五雷咒 狠狠地轰他们 我要是365 做梦都会笑醒 看着她义愤填膺的模样 我感觉她好像是误会了 于是连忙解释 我这个365的意思是 一年365天无休 24小时连轴转 可我觉得 你应该改名叫活阎王 或者石殿阎王 应该一个个改名叫高人 我挠了挠头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 他们是鬼 又不知道累 行了 你再说说员工待遇和晋升机制吧 春花翻了个白眼 我奇道 啥叫待遇 他们都是鬼了 还要啥待遇 她无奈地笑笑 就是他们在你这儿干活 能获得什么好处啊 没有待遇 你怎么留住员工 我掏出一把符咒 靠这个留住员工啊 没有我的允许 他们想走 就得给我神行俱灭 春花张大了嘴 半晌后说道 我爸说你之前 被卖到缅北 做电信诈骗去了 看来这话不假 你这行为和电炸头子 有啥区别 把鬼弄来 黑屋子里一关 不干活就是个死 人家电炸头子 好歹还给员工发钱呢 好歹还有节假日呢 我被她对得哑口无言 春花叹了口气 从包里翻出一本书递给我 我明天就要回城上班了 也没时间跟你多说 这本书你好好看看 如果你给员工带来的 只有压榨和恐惧 那无论是人是鬼 他们都不可能真心为你卖命 我看了一眼封皮 老HR手把手教你做人力资源管理 拿起桌上的一支笔 我把人字画掉 写了个大大的鬼字上去 从明天起研究科学管理 看着厂房墙上歪歪扭扭贴着的第一届员工大会几个大字 我心里没有来的一阵紧张 这可是我第一次当领导 对着台下空空荡荡却煞气冲天的一把把椅子 我清了清嗓 脸上堆起了一副假笑 各位同事早上好 这段时间我发现 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明显下降 椅子们开始不约而同地哆嗦起来 我连忙摆手 大家不要紧张哈 今天不是秋后算账 这件事主要是我的责任 关于鬼力资源管理 经过我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 今日在这里正式宣布几条新的规章制度 我翻开事先准备好的本子 大声朗读 第一条呢 就是关于工作时间 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 我决定实行22小时工作制 每天阳气最剩的50 大家可以自行休息 接下来就是休假制度 以前让大家全年无休 是我没有考虑周全 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 我身居一宫 正对着的几排椅子 稀里哗啦倒了一大片 所以我决定 以后每年清明节 中元节 万圣节 还有大家的忌日 这四个日子都放假一天 最后就是福利待遇 以前我总觉得 大家都是鬼 钱什么的也用不上 所以工资就免了 现在我觉得 不行 用不用的上是一回事 给不给又是另一回事 俗话说 神文竹 鬼吃香 我打算以后的工资 以香竹形式发放 散会后 大家在各自主管那里 登记一下姓名和生族年月 我会为大家统一制作牌位 全场掌声雷动 我见状连忙吸了吸鼻子 挤出两滴眼泪来 动情地说道 我知道 你们都是些孤魂野鬼 生前凄苦 死后飘零 天下之大 竟没有一处地方可以容身 但现在不一样了 沙头村就是你们的家 父老乡亲 就是你们的亲人 你们为脱贫致富 所做出的贡献 将永远牢记于我们心中 世代流传 香火不灭 那一晚 全村机器 泵射出的火花 成了夜空中最亮的星 而我也没有食言 很快一批木头牌位 就寄到了村口 太阳正烈 我就没有喊员工过来帮忙 自己拉了个小拖车过去 快递小哥替我拘一把热泪 兄弟 两大箱子牌位啊 你这是被猪九族了 我低头签单 给员工的 小哥的脸色一白到底 咽了咽口水 没再敢说话 麻利地帮我点完树木后 他找准时机 跨上摩托 一溜烟地跑了 我无语宁烟 不会是把我当成传销头子了吧 等到一个个牌位写好 夜色已深 我点燃沉香 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 嘴里念念有词 除和日当午 汉低和下土 来到沙头村 月入一万五 之后的日子逐渐平淡起来 身为领导 我每日不是在厂房溜达 和员工们打成一片 就是去各地招聘 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鲜血液 我以为这样的生活会循环往复 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有一天 我正在举行阅读总结 复盘之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还是那句话 想成功 先发疯 不顾一切向前冲 我挥舞着拳头 慷慨激昂 台下传来了三三两两的笑声 以前我讲话时 回应我的 只有黑气冲天的沉默与战力 而经过日久天长的相处 他们对我已不像当初那么惧怕 我会心一笑 就像是饲养员与猛虎 虽然猛虎识人之性不改 识人之心不死 可朝夕共处下来 到底还是生出了些默默温情 何须的暖羊透过窗洒在身上 我不由得一阵恍神 就在此时 一阵力气破空的声音传来 啪的一声 玻璃窗瞬间炸裂 一张黄色的符纸 如刀刃般将一只小野鬼 死死地定在墙上 他求救般望向我 黑洞洞的嘴张了张 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就化作了一缕灰烬 变故突生 车间里的鬼魂 顿时乱作一团 有不少因惊吓而失了神志 疯狂地朝门外涌去 却又被我之前所设的 防护扶助重伤 一时间哀嚎四起 怨气冲天 大家别慌 我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历声喝倒 取下定死小鬼的符纸 我拿在手中仔细端详 这竟然是一张诛邪咒 我怒从中来 一把钻紧符纸 将它撵成了飞灰 在茅山修道 师父一直教导我 对待冤鬼邪灵 以度化为上 镇压为刺 诛杀为下 我那时年纪小 听到这话嘴一撇 不懈地反驳 什么度化镇压 那都是没本事的人 想出来的办法 真正地得到高人 无论遇到啥 那都是一击必杀 师父摇摇头 一脸严肃 如果不是受尽苦楚 含怨而死 他又怎么会化作冤魂厉鬼 在人世间苦苦煎熬 不入轮回 所以除非是正欲害人的凶杀 除此以外 都不该一上来 就用杀招 除魔未盗者 更应有一颗悲悯之心 小野鬼 是我顺道 在河边捡回来的 一个半大孩子 溺死在水里 化作了水鬼 他不敢诱骗人下河 也不敢在水里 缠别人的腿 就这样 因为迟迟找不到 替死鬼 他的魂体 渐渐消散 遇见他时 他只剩下一只鬼手 时不时地 在河边 搔游人的脚心 我看他可怜 用了续魂术 为他修补身体 带他回到工厂 续上一缕香火 让他不再孤弱无依 我不雇佣同工 所以从没让他干过活 可他总是偷偷地 做些灵工帮忙 小野鬼从未害过人 甚至没做过坏事 却被一道干脆利落的 绝杀符咒 打得永世不得超生 我回想起他最后的眼神 只觉得眼眶酸疼得厉害 不知道那时 他是想说救命 还是想说谢谢你 我环顾四周 只见一地狼藉 用养魂西小心 收起了几位重伤员工的魂魄后 我冷冷开口 受伤地好好休息 如果有人来犯 你们不用客气直接干 留他调命就行 交代完 我起身向外 今天这事 必须得有个交代 才转下一个山坡 就看见村长和一个长眉老道 迎面而来 见我面露凶光 村长上前几步 哇呀 出什么事了 你请来的 我的声音吓人的低沉 村长缩起头摆手 不不不 这位道长云游至此 非说咱们村鬼气冲天 要来帮咱们猪邪 我怎么劝也没用啊 到底出啥事了 哇 你别吓我呀 我盯着老道浑浊的双眼 一字一顿 他打死了个工人 老道文言 吓了一跳 绝不可能 我的福祉杀鬼 不会伤人 村长气得直跺脚 就起老道的领子 哎呀呀 谁让你来 俺们村坏似的 你错杀好鬼了 他们都是好鬼啊 你说什么 老道先是一愣 随后眼珠咕噜噜一转 伸手扯开 歇斯底里的村长 我就说 你们这个穷山恶水的村子 怎么日子越过越好 原来是村长带头养鬼啊 行啊 好日子到头了 他掏出一把猪邪符 折折怪笑 今天我就把你们村的鬼涂个干净 我走到他面前 懒懒地抬起眼皮 笑得云淡风轻 我看谁敢 老道伸手一挥 数十张猪邪符咒 在他面前凌空排成一字形 烈烈生风 他冷哼一声 无知数子 不想死就让开 我祈祷 刚才你不是还说他不伤人吗 伤不伤人 取决于贫道一面之间 那你的符咒够听话的 我轻笑出声 不知我的话 他们听不听呢 咒来 随着我一声贺令 老道的猪邪符咒 一张张朝我飞来 怎么可能 老道身形微颤 左手捏绝 口中念咒 竭力想把符纸召唤回来 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 我只觉得好笑 这么想要 那还给你吧 我随手一挥 朱邪符如同钢刃般刺破空气 直直地朝老道射去 他怪叫一声 躲闪不及 脸上手上被划开数条口子 鲜血喷溅而出 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以为你 至少会用金钟咒抵挡一下 我满脸歉意 谁知道你这么笨 怎么什么都不会啊 见老道还直愣愣地待立原地 我顿感无趣 便扶起一旁快要晕厥的村长 往骚丝场走去 你 你是什么人 他颤微微开口 听见老道发问 我回眸一笑 社会主义接班人 出人命了 出人命了 惊魂未定的村长 坐在骚丝机前喃喃自语 我拍了拍他的肩头安慰道 我有分寸 皮外伤而已 这会儿应该都快痊愈了 我不是说他 村长一蹦三尺高 我是说 咱的工人 想起小野鬼 我垂下头 半天说不出话来 哇 这些工人对咱们村有大恩 你本事大 一定帮咱护好他们 村长拉起我的手 言辞诚恳 我点点头 我点点头 攥紧了拳头 在养魂吸的滋养下 受伤员工没过几天就好得差不多了 车间又恢复了正常运转 而我在修不好室内防护柱的同时 在车间外也设置了防御阵法 村长又召开了几次村民大会 让大家对工厂和发电站的事一定要守口如瓶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但我总隐隐觉得 长眉老道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果不其然 数月后的一天 我从临时招聘归来 他一身悬袍堵在半路 小子 我知道你是谁了 那一日是我大义 敢不敢再战 我连连摆手 不敢不敢 他挑眉 不想给你的死鬼员工报仇 渊渊相报何时了 我一生长叹 其实倒也不是因为这个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杀人犯法 老道哈哈一笑 亮出怀中法器 那频道可来找你报当日之仇了 我定睛一看 那是一条四棱长尺 通体黑红 六面转刻着日月星宿 雷击木天蓬齿 算你识货 拿命来 我伸手摸向口袋 别说法器 就连一张符纸也没带 名副其实的都比脸干净 但为了虚张声势 我还是掏出遗物 吵老道力声呵斥 你别过来啊 别逼我用这个 他果然停下 你小子耍赖 我看着手机拨号 界面上的110 语重心长的劝诫 书 不是 爷爷 有必要吗 为了点皮外伤 弄得你死我活 不然我站在这儿 你也划我几道 见我窥然不动 老道点点头收起雷击木 手提长剑向我走来 爷爷爷爷 清点 二级以上轻伤 可就要判刑了 以后家里娃们都不能考功了 一道寒光闪过 脸上涌出阵阵热流 没了符咒法器 便如同废物 茅山第一人 浪得虚名 他冷笑一声 转身离去 我白眼翻上了天 心想 你说得都对 牢骚发完了 就快些走吧 就在此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我心头陡然一惊 厂房外的防御阵法 被人破了 这死老头 原来是吊虎离山 我气得发抖 飞身上前从地上 捡起一段枯枝 凝神俱气 然后迅如雷电般 向老道劈去 老头你找死 哭之雷霆万军 呼啸而来 他连忙回身 掏出天蓬齿抵挡 却被我一击斩断 怎么 可能 老道目瞪口呆 浑身颤抖 我一脚踢开他那段 成两节的西式法宝 揪着衣领 一把将他提起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看到我阴曹 恶鬼般的表情 他的身形 骤然尾顿了下来 哆哆嗦嗦地开口 你放我下来 我要报警 报警 我森然大笑 咬破食指 已写在空中画符 久悠阴灵 听吴赵令 这条路的两侧 本就是今年的乱葬岗 我一声令下 数不清的孤魂恶鬼 从坟包中钻出 铺天盖地 怨气冲天地向他袭来 鬼杀人 警察管得了吗 厉鬼煞气在他脚下 形成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漩涡 只要我一松手 他立刻就连骨头扎 也不剩了 爷爷爷爷 饶了我吧 我说老到软成了一滩泥 是你师兄 他听说你在老家 混得风生水起 心生妒忌 说一定要把这群 恶鬼一网打尽 上一次也是他派我来的 竟然是他 我的脑海中 顿时浮现出一张 讨人厌的面孔 这次因为七零同门 都被退学好多年了 怎么还不消停 他带了多少人 百 百余人 皆是道家高手 我的心猛然沉了下去 全村员工家一起 才三十来号 现在却要以一敌三 再加上 我本就用符咒 压制着他们的煞气 遭遇外敌 便更加无力抵抗 我喝退乱葬岗 中鬼 将老道扔在路旁 反手抽出他的宝剑 拿来吧你 然后遇见破空而去 希望一切还来得及 我闭上眼 在心中祷告 我在半空中 焦急地向下张望 街头巷尾不见人烟 漆黑的村庄 笼罩着一片淡淡的血雾 忽然下方一阵大喊 他在上面 掠阵 请客 数十把长剑穿破云霄 是师兄的一群帮手 我没心思与他们多做纠缠 于是气沉丹田足下发力 猛一跺脚将飞剑尽数震开 却不料一同被震碎的 还有我脚下抢来的交通工具 妈的 死老头 你这件是拼兮兮上买的吧 质量也太差了 我鬼嚎着 跟随无数段剑 一起掉了下去 人还没落地 就听见下面一阵沸腾 哈哈哈哈 毛山妖道 不过如此 咱们把它打下来了 我一记魁星踢斗 在半空中翻腾过身来 稳稳地落在地上 断剑碎片如雨般稀里哗啦而下 砸了他们个措手不及 怎 怎会如此 几名黑衣道人 五头逃窜 我没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咬破手指 以血为墨画了一张定身符 将他们统统困在原地 我上前揪起一个 历声逼问 我师兄在哪 在 在工厂 我一路小跑上山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影 独立扮山腰 月色中 他一脸凝笑 格外阴森寒冷 好似地狱中 爬出的厉鬼 好久不见了 小师弟 我强压下心头怒火 大师兄来了也不早说 站这儿吹风干啥 上我家喝两杯 师兄微微汗手 不急 等我灭了这伙妖魔再去 我吃笑出声 就凭你 他似乎被我的笑声刺痛 突然挥剑向我袭来 这一击他拼尽全力 刹那间风起云涌 天地变色 我懒懒地伸出一只首相迎 有意思吗 我这一挡将他震退数米 他单膝跪地 气喘吁吁地抬头怒斥 好你个高人 竟然自甘堕落 与鬼为伍 将好好的一个村子 弄得乌烟瘴气 怨煞冲天 为了袒护恶鬼 你更是不惜 对同门拔刀相向 将我重伤 今日我就算豁出性命不要 也定要替天行道 我满脑袋黑线 大哥 你要不要听听 自己这中气十足的声音 我碰都没碰你一下好不好 看着他那副准备 慷慨就义的模样 我烦躁地摆了摆手 行了行了 啰嗦死了 你知道自己打不过我 你也知道 我不会伤你 带着你的人 从哪来滚哪去吧 明天厂子里 还有一堆订单 要赶呢 师兄站起身来 阴侧侧怪笑 高人 我真是恨透了你 这副目中无人的模样 好像天底下 真没有你办不到的事 没有你护不住的人 以前在茅山 你护着那帮废物 现在你又守着 这群孤魂野鬼 你不是爱逞英雄吗 今天我倒要看看 天珠之下 你这个茅山第一 护得住谁 他双手快速结印 瞬间一道光柱直冲云霄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开启了五雷破销大阵 你不要命了 我的员工 不过是些孤魂野鬼 你竟然拿对付千年绝煞的 大阵对付他们 师兄挖得喷出一口血 踉呛几步 靠在一棵树上 欺然一笑 其他阵法都会被你轻松破掉 我别无选择 折寿十年而已 换你吃刺蝶 我觉得不亏 看我沉默不语 他脸上露出了痛快之意 听长梅说 上次他诛了只小野鬼 你那脸黑的 和死了亲弟弟一样 这回亲眼见所有员工灰飞烟灭 永不超生 不知道你会是个什么心情 你一伤心 我胸口憋了十来年的气就顺了 气一顺 指不定能多活二十年呢 哈哈哈哈 狗日的 我狠狠踹了他一脚 掉头向山顶狂奔而去 月明星夕 天穷中一道金色的阵法 缓缓降下 百里内所有怨鬼煞气 纷纷尖叫逃窜 消失得无踪无际 唯独阵眼下方 一团偌大浓重的黑气 被金光笼罩 丝毫动弹不得 是他们 阵法外围 一群乡亲们跪拜在地 不断呼喊 老天爷 他们都是好鬼 你收了神通吧 饶他们一命 饶了我的老伙计吧 林家阿婆泪流满面 以头撞地 我定睛一看 那帮人竟然连锄头 镰刀 也没放过 一道捉住了 困在阵法中央 随着天刚正气 不断逼近 一时间狂风大作 黄沙漫天 一直以为笼罩 在他们身上的黑雾煞气 被撕碎吞噬 员工们发出了 悲惨万分的哀嚎 眼看瞬息之间 就要魂飞魄散 见此情形 我一咬牙 飞身上前 挡在了二者中间 身后的员工们 已然丧失了神志 开始对我进行 无差别的攻击 面前的天地正气 也扑面袭来 灵力无比 我被这两股大力夹击 再也支撑不住 口鼻喷出鲜血 村民们齐声惊呼 刚爬过来 看好戏的师兄 也变了脸色 你是不是疯了 再厉害你也不过是 肉体凡胎 怎么敢与天抗衡 我用手擦了擦血 苦笑一声 师父当初曾说 除魔未到者 更应有一颗悲悯之心 我现在好像懂了 师兄破口大骂 你懂个屁 让你有悲悯之心 也不是让你 直接变身圣母心了 高人 你快点给我滚出来 你就不了他们的 看着他生死力竭的模样 我扯出一个无力的笑 我能 我伸出满是鲜血的手 在空中画起巨煞符 天法只降一次 只诸一煞 我被天诸 好歹还能变成鬼 大不了当个车间副主任 也就是了 而他们被诸 就只有勇士不得超生 我的员工 生前都是可怜人 死后又攻我驱使 现在 眼睁睁看着他们魂飞魄散 我实在 不忍心 随着符咒最后一笔画成 源源不断的煞气 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涌入我的身体 我成了整个阵法中 煞气最重的存在 与此同时 天法之力 裹挟着雷霆万钧 瞬间披落 我闭上眼睛 坠入了无边黑暗 身后却传来声声呼喊 一回头 看见星星点点的金光 向我涌来 金光在黑暗中 渐渐勾勒出无数人形 一位穿着粗布麻衣的 圆脸盘大姐 向我挥手 见我发愣 她做了个摇机床的动作 是车间主任 在她身后 身着细服的京剧名领 款款作衣 是发电站长 汉后傻笑的大哥 腼腆羞涩的小妹 头皮一片清茶的小伙子 腿脚不利索的大娘 这些 是我的员工们 他们微笑着望着我 眼神中似有千言万语 却谁都没有开口 只是不舍地挥了挥手 然后在一瞬间 又化作点点金光 别走 我大叫一声 坐起身来 床边 一个精神绝术的老头 正拿刀 慢条丝里地 削着苹果 一位小护士 从门外走来 对我吹胡子瞪眼 医院重地 禁止喧哗 我一把抓住老头的手 颤声开口 师父 我 我员工们呢 老头白了我一眼 死了 我摊回床上 想起梦中的诀别 眼泪不自觉地流出 哎哎 咋说哭就哭 骗你的骗你的 老头手忙脚乱地拿脏袖子 给我擦泪 师父 你快说 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我一边躲闪 一边急得直瞪眼 他叹了口气 人死后急入轮回 而那些冤魂厉鬼 之所以久久徘徊于人世间 都是靠着心中 一缕恨意不灭 这恨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煞气 而你自愿为 他们赴死的大无畏精神 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 人间自有真情在 那股恨意也因此而消弭 所以 他们一个个投胎去了 这也就是我一直跟你 唠叨地 渡化 劝福感化厉鬼 消除他们的煞气 他瞥了我一眼 喜滋滋地笑了 不愧是我的亲亲徒弟 第一次渡化 就渡化了一窝子 你真是师父的小骄傲啊 我的心渐渐安定下来 又问道 那师兄呢 他没事吧 哎 那个孽徒 看见你已命护鬼 他其实是很着急的 可后来又看到 众鬼挡在你身前 他又乐得直拍手 结果在天罚降下的一刹那 众鬼渡化 化作一道金光投胎去了 你呢 又被围师及时救下 散去煞气 你师兄那十年寿命打了水漂 他气得高血压住了院 诺 应该就在你楼上 出院后 我回到了空无一人的骚丝厂 村长正坐在门口的板凳上 长须短叹 经过这一遭 估计以后更没鬼敢来干活了 我挨着他一起坐下 不急 等过了这阵子 我再出去 看来鬼立资源师这个职业 前途无量 我认为你把我放下了